您仔细回忆一下 都丢失了哪些贵重物品 一件黑色木耳边连衣裙 还有一件酒红色的一片是大陆背小礼服 还有一件墨绿色的拼皮风衣 这一块是墨绿色的 这一片都是皮 同志 我说的这么详细 你怎么就写了几个字 您别急啊 我这还没写完呢 那你一定要记清楚了 它们都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 每一款都有着生命和故事的 自从我爸爸公司出事后 那我得尽我的所能 去帮他还债啊 所以我原本是打算 明天把这些东西 都拿到点灯行去卖掉的 可是现在 现在全完了 我爸爸找不到了 家也被查封了 我好不容易拿出来的衣服 和包包也都丢了 我现在真的是一无所有 同志 你先别激动 你到底是来找衣服的 还是找爸爸的 你们还可以找爸爸吗 你们真的能帮我找到爸爸吗 我要找爸爸 我爸爸失踪了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和他 失联过这么长时间 失踪多久了 一整天了 我欠一年啊 再等等 失踪超过四十八个小时 我们才能立案 你也别激动 我们先找衣服 你怎么还是写这几个字啊 你丢的不是衣服吗 你写黑色木耳边连衣裙 好 墨绿色拼皮封衣 什么封衣 墨绿色拼皮封衣 麻烦你了 谢谢 严总 您知道高师地产破产了吗 消息已经得到官方确认 上大小的热封 横子宣布 我来说 说你快点 你快点 快点 快点 走 你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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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于 杨阳 爸 你怎么才联系我呀 我都急死了 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 你过得好不好呀 爸爸现在在英国筹集资金 最近这事情比较多 所以就没有及时跟你联系 爸爸可能最近一段时间 都不能回去了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啊 爸 你这几天是不是血压又升高了呀 怎么看起来这么憔悴呀 我现在呀 在酒店 可能是这个光线不太好吧 爸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明天飞过去找你好不好 我可以在你身边照顾你 我可以陪你一起找融资 你现在过来呢 确实是有些不方便 杨阳 你要相信爸爸 爸 我相信您 那您也要答应我 千万不要着急上火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人没事就好 好 我答应你 但是 你也要答应爸爸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知道吗 对了 我因为一些原因 不能联系演义 你直接联系他吧 诶 你现在还没回家吗 燕姨有没有照顾好你啊 啊 燕姨 把我照顾得特别好 你别担心我了 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 嗯 爸 我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哎呀 傻女儿 你哭什么 啊 爸爸答应你 一找到启动资金 我就马上回国 好不好 但是呢 英国这边的情况比较复杂 我这个国内的号码 肯定不能用了 我尽量出时间 用当地的电话跟你联系 你一定要答应我 爸爸不在的时候 你要听燕姨的话 乖乖地抹回来 我 我也会想办法解决公司的问题 陪着爸爸 一起度过公司的危机 好 不说了 忘了啊 爸 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呀 他不会做什么事情了吧 电话又打不通 算了 不能让爸爸担心 我自己找吧 我怎么把燕姨家的相册也拿出来了 严厉 那不是燕姨的外甥吗 他回国穿立了异能够 那他一定知道燕姨在哪里 你照样 不是 和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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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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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over 手续卡还是信任卡